我们来继续30、60、90这个三角形,先让我们回想下我们上节课学到的,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,如果我们有一个30度、60度、90度这样的三角形,要记住,这只是适用于30度、60度、90度的三角形。 这是30度,这是60度,如果我说斜边长度是h,我们知道30度角所对的这条短边是h除以2,或是h2分之1h。 同样我们也知道,较长的这一边,或是60度角所对的这条边,等于2分之根号3h。 因此,让我们利用这些条件做一些题,比方说,在这里,我有这样的一个三角形,这是一个90度的三角形,我们说这是30度。 如果这是30度,这是90度,我们很容易得出这就是60度。 而且,我们说斜边是12,我们知道,它是直角所对的边,长度是12,那么,这条边等于多少呢? 嗯,这条边是60度对应的边,还是30度角所对应的边呢? 它是30度角所对应的边,对不对? 虽然,我画的这个三角形,有点不标准吧? 30度角所对的这一边,它也是最短的边。 我们知道,30度角所对的边,等于斜边的一半。 所以,斜边是12,这边就是6。 而这一边,60度角所对的边,等于根号3除以2乘以斜边。 所以,它等于根号3除以2乘以12,就等于6乘以根号3。 另一个有趣的事情,两条垂直边,较短的一边,是较长一边的根号3倍。 不多说了,让我们再做另外一个练习。 这是我们的一个直角三角形。 这里,嗯,这是30度。 我还可以告诉你,在这里的这一边,是5。 那,这个边是多少呢? 那么,首先,让我们清楚我们有什么。 5在这一边,如果这是30度,我们知道,这将是60度。 因此,5是60度角所对的边。 X是斜边,因为X是90度角所对的边。 它也是直角三角形最长的边。 因此,利用公式我们知道,5等于根号3除以2乘以斜边。 在这个例子中,斜边是X。 现在,我们只要求X。 我们可以在两侧乘以这个系数的相反数。 因此,这边乘以2除以根号3,这边也要乘以2除以根号3。 我们把这儿消掉,就得到了10除以根号3在这。 当然,这个2和这个2约分,这个根号3和这个根号3约分等于X。 现在,如果你观看上堂课的视频,你意识到,这虽然是正确的答案,但我们在分母上是根号3,因为它是一个无理数的分母。 我想,这里我们就不用讨讨论为什么这不能是无理数了吧。 所以,我们进行分母有理化。 我们说,X等于10除以根号3,我们在这乘以根号3分之根号3,因为根号3分之根号3等于1,乘以1值不变。 所以,这等于10除以根号3,再乘以根号3,等于3,所以X等于3分之10乘以根号3。 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是斜边,这个斜边是10除以根号3除以3,我们知道,这是30度角所对的边,这是30度,我们还知道,30度所对应的边等于斜边的一半。 所以,它是5乘以根号3除以3。 无论如何,我认为通过以上关于30度,60度,90度三角形的习题,你会更好地了解勾股定理的应用。